B.C.省开始了大麻合法化 2018年10月17日星期三 B.C.省的公民将能够合法地在网上购买非医疗大麻 不管在B.C.省的哪一个地点 所有19岁级以上的B.C.省居民都会有机会购买受管制的大麻 B.C.省的酒类经销处已经和加拿大邮局签订了合同 向客户提供在线购买大麻 大麻不销售给未成年人是B.C.酒类经销处考虑的关键因素 如果购买的客户看起来不满25岁 加拿大邮局将进行年龄验证警察 如果人能验证失败 产品将退还给酒类经销处 全部退还购买价和将关税费 从B.C.大麻商店的在线商店订购时 客户将支付10人的运费 在线订单将在下单后的48个小工作小时内 红酒类经销处的配送中心发货 第一家B.C.省的大麻商店将于周三太平洋时间上午10点在Cambloops开放 这商店位于荷伦比亚广场购买中心 将有24名大麻顾问服务 该商店将展出大约85种大麻产品 以及加拿大卫生的批准的精选油 将能合监股卷 由于私营大麻零售商 需要通过酒类和大麻监管部门的许可 能到许可的大麻零售店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开放 私人和公众零售商将被允许销售 符合联邦要求的干糟大麻 大麻油 胶囊和种子 这些商店还可以出售 联邦大麻法义中定义的大麻配件 如卷纸 烟头和烟枪 政府致力于保护大麻销售的安全 负责任地销售非医优大麻 并保却未成年人接触不到大麻产品 大麻勾开销售引来华裔社区的强烈抗议 人们忧虑大麻合法所将带来的后患